先关我一下它还有什么招数 韩丽冷眼注视着这一切 虽然不知这鹰礼物到底适合妖物 但是见它们如此失色的样子 也知道此妖兽绝对非同小可 怪不得贵殿如此的小心 若是此妖兽的话 的确是应该多加小心 若让其他势力知道此事 还不知道会闹出多大的风波呢 青蒜子不能置信地喃喃自语 就让韩丽听了不禁心中一动 严姓青年和光头大汉神色阴晴不定 一副心乱如麻的样子 只有中年如生脸梭难看至极 冲冯三娘冷声说道 你们六连殿太过犯了吧 谁不知道鹰礼兽是天生的水系灵兽 一身水系神通力还无比 如果是六级的话 在海中绝对比七级的普通妖兽差不了哪里去了 你们竟然还打着六级妖兽的名头请我出手 难道是故意相欺吗 中年如生说着 又露出了怒色 一副上了大档的样子 而青蒜子等人 神色终于恢复了正常 但同样露出了不满之色 只是他们都是孤家寡人的散修 可不敢轻易得罪六连殿 就一言不发地观看冯三娘如何答复此事 毛道友 你这话说的可不对了 我们六连殿什么地方欺瞒诸位了 虽然这鹰礼兽是厉害了点 但可是货真价实的六级妖兽 你总不能硬叫本殿将六级妖兽说成七级的吧 再说了 当初既然知道本殿肯用想承担如此贵重的东西作为报酬 自然也应该心里有数 要对付的绝不是普通的六级妖兽 否则 本殿怎会做亏本的生意 这话让中年如生一时哑口无言 半天说不出话来 韩丽暗皱了一下眉头 猛一听此夫人说的似乎有些道理 但韩丽心里却很不舒服 不由地看向了其他几人一眼 其他三人显然和韩丽一样 看法都差不多 脸色都有些不愉的样子 但是冯三娘忽然又冲着驱魂几人展颜一笑 当然 本殿这样做 更多的还是为了保守 英里寿的秘密 所以切身来此之前 已经得到上面的许诺 此事成功后除了暗约 付给诸位一枚降臣单外 本殿还每人另赠一千零食 作为事先保密的补偿 不知几位道友 还满意吗 听妇人说出此番话来 青蒜子等人怨气渐消 就神色一缓纷纷点头同意 中年儒生似乎还有些不满 但是其道理那娇艳少傅 低头在耳边说了几句什么 让其脸色微变就默不作声 随后众人在小岛上各自散开 找了一处僻静之地打坐休息去了 韩丽和驱魂则找到了靠海的巨大礁石 面对面的盘膝坐下 驱魂在他的刻意吩咐下 很快就进入了养精蓄锐之中 韩丽自己也慢慢地闭上双目 想进入入定之中 可一盏茶的功夫 韩丽却是眉头一皱 睁开了双眼 并望着澎湃激昂的一波波海浪 有些发呆起来 不知为何 此时他有些心神不宁 似乎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一般 让他有些难以自持地紧张不安 思量了半赏之后 还没有找出什么原因的韩丽 哑然一笑 看来他还真是神经兮兮的 虽然他的灵觉一向很好用 但是明日有两名结单器修士 和那六顿水波大阵的辅助 怎么可能拿不下一名六级妖兽呢 虽然这妖兽似乎很不寻常 但妖兽就是妖兽 实力再强 面对修士怎么可能是没有胜算 这样安慰了自己几句 韩丽就想强迫自己进入练器中 但过了一会儿 他心中还是沉甸甸 怎么也无法进入状态 韩丽叹了一口气 还是站起身来 看来不做些什么 他是无法安心了 韩丽有些无奈地往四处看了看 同时放出了神识 还好附近并没有其他修士 韩丽麻丽地往自己储物袋中一摸 实际感闪着微光的阵器 和五六个阵盘出现在手中 这是一套避水清甲阵的布阵器具 此阵虽然远比不上颠倒五行大阵 和明日要主持的六顿水波大阵 但也比普通的阵法强了不少 而且因为有布阵器具的缘故 布置起来极为简单 韩丽没有迟疑地一招驱魂 让其以礁石为中心 在附近数十丈的范围 开始设置阵器 掩埋下阵盘 望着驱魂 将一杆杆阵器插入地下 忙碌的身影 韩丽觉得心里踏实了许多 不禁嘴角微翘 露出了几分自嘲之作 自己还真是怕死得要命啊 第二日天色还未大亮 冯三娘就将几人召集到了一起 一起往离小岛十余里的一处海域飞去 而与此同时 千里外的一处海面上 一道金光和一道黄光 正飞快地向无名小岛的方向急驰而来 而在他们身后一两里的水面上 一大块直径近百丈的白蒙蒙雾气 正以同样的速度紧贴水面 急速追赶着 并隐隐传出了婴儿的啼哭声 这声音凄凉至极 让人听了毛骨悚然 苗长老 用下飞剑传书 看他们准备好了吗 好的 金光中的苗长老 毫不迟疑地答应着 然后人影一闪 跑到了旁边黄光之中 但同时身上的金光 化为了一道金红 一闪即逝地消失了 而后面的那一大片白雾 见此情形似乎受了什么刺激 婴儿的哭声更加地尖锐起来 并且开始渐渐地响起雷鸣的声音 并且越来越大 不好 此疗又要使用水缸神雷了 古兄 你快加速啊 黄光中响起了 黄长老的焦虑叫声 似乎对后面的雷鸣声大感畏惧 放心 我这混元波的速度可并不慢 雄魂的声音刚说完此话 黄光瞬间加速起来 转眼间和那白雾拉开了距离 但白雾仿佛并不甘心 在雷鸣和啼哭声中 急迟速度同样快了几分 竟在海面上划出了一条长长的白浪出来 一眼望不到尽头 曲魂等人已经各就各位地站到了自己主持的阵门上 并且人人手中多出了一杆蓝色的大旗 此旗长约两丈 通体冒着蓝莹莹的豪光 耀眼夺目之极 而六名铸鸡后期的修士 人人神色肃然 每人相隔百余帐的距离 脚踩法器漂浮在海面上 正好围成个半圆形的口袋模样 而韩丽就站在屈魂的身后 冷眼旁观 那少傅也站在终年如生一侧 面露观心之色 片刻后 一道金光忽然破天而来 一下落到了冯三娘的手上 引起了其他几人的注意 大家小心了 阴里说马上到了 一等此要进入大阵 马上封锁阵门 冯三娘似乎接到了什么信息 神色郑重地冲其他几人大喊一声 然后又将金光放出 让其再次冲天飞走 韩丽的心一紧 往那金光飞走的方向 眼都不眨一下地凝望着 其他几人也都绷紧了脸庞 隐隐透出一丝风雨欲来的样子 不知过了多久 远处隐隐传来了轰隆隆的雷鸣声 并且随着此声越来越大 终于看到了一金一黄两道金红 从远处风驰电车般的飞来 后面则是白花花的一大片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紧追不舍的样子 这就是英里寿 韩丽虽然看清楚了后面那大片白色东西 只不过是雾气而已 但怎么也无法想象出来 雾气中隐藏的妖兽到底是什么猙獰模样 开始施法 封三娘大喝一声 舞动手中的蓝色大旗 顿时一圈圈的蓝色波纹从上面荡漾开来 其他几人文言同样漠然地挥舞阵旗 刹那间蓝色光滑将所有人笼罩在旗内 然后闪烁了几下 众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彻底隐匿了踪迹 而从远处望向此地 除了空荡荡的海面 空无一物 片刻后 两道长虹飞到了此处 没有停留从上面急速飞过 一副还要继续逃命的样子 后面的白雾 没有丝毫怀疑地紧跟着扎进了此处 但白雾刚飞进了阵法范围 四周蓝蒙蒙的光滑大气 一个巨大的蓝色光照凭空出现 将其困在了旗内 此时 冯三娘驱魂等人 纷纷在四周出现了身形 他们高举手中的蓝色阵旗 同时指向光照 射出六道顽口粗的蓝色光柱 不停地溶住到巨大光柱上 让其变得越发地耀眼深蓝 而前面的金黄两道长虹见此一幕 毫不迟疑地一掉头 马上顿到了光照的正上方 光滑一脸露出了那位苗长老和一位乱发披肩的标形大汉 好 干得不错 下面一定要顶住此兽的反扑 让我二人用借来的一宝拿下此聊 然后苗长老和那谷长老互望一眼 同时往怀内一摸 各掏出了遗物出来 竟是一对古迹斑斑的青铜长狗 上面暗淡无光丝毫不起眼的样子 两位结单妻的六连殿长老同时面容肃然 口中念念有词 手上的长葛竟脱手飘浮了起来 并发出了黄色的荧光 还越来越亮起来 而这时被困在光照中的鹰里兽 似乎也明白了自己的处境 在一阵凄厉的阴体后 百余杖的白雾猛然往中心收缩起来 转眼间就变得只有十余杖大小 竟形成了一乳白色的雾罩 同时雾气内的雷鸣声 如同万马奔腾一样 渐渐连成一片 直阵的四周布阵的几位修士 两耳欲聋 轰轰作响 人人心中暗惊不已 突然婴儿的啼哭 戛然而止 接着无数蓝色的拳头大光团 从白雾中密密麻麻地弹射了出来 气势汹汹打向了蓝色光照 其声势伶俐 让众人心里不经意谨 在离光照十来丈远的距离时 冒出了一大片青色霞光 一部分光团在霞光中 一闪即逝地消失了 然后凭空出现在了白色雾气的上方 狠狠地砸了下去 这部分攻击竟然被阵法反盾了回来 但光团实在太多了 大部分的还是击到了蓝色的臂罩上 顿时蓝色光照和白雾同时爆发出 轰隆隆的质白色光芒 但白雾中这些白光一闪就消失了 而光照方向则整个照臂都晃动了起来 蓝色和白色的光芒交织闪烁 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 出位道友快加大法力 这是阴里受三大杀招之一的水缸神雷 不会持续太久的 只要支撑个一时半刻就能依附过去了 冯三娘脸色大变高呼着 然后率先念动了口诀 一张口一口精血喷到了手中的震气上 蓝光大盛然后顽口粗的光柱马上变粗了数倍 让身前光照马上安稳了一些 而其他五人见此 只好纷纷施法调动身上的全部法力 强行支撑着大阵 韩丽在屈魂身后有些意外 没想到刚和这鹰里兽交手这么快就拼命了 此妖兽还真是厉害的离谱 阵法的上空 两位结单妻修士身前的铜葛开始异变 只见肃然神秘的咒语声中 两把冒着黄光的长阁一寸寸的巨大了起来 并且长阁的尖端开始慢慢朝下 正好对准了下方的白雾中心处所在 白雾中的鹰里兽似乎也察觉到了上空的危险 突然在雾气中发出刺耳的长鸣起来 接着白色雾气缓缓地旋转起来 并且速度越来越快 片刻后就化成了一股巨大的旋风 卷起了滔天的巨浪 并且巨浪旋风中还夹带着点点蓝光 正是那危险之极的众多水缸神雷 青蒜子等人见到眼前的骇然变化 不禁神色紧张地瞅了冯三娘一眼 但是她同样地满脸惶恐 似乎也不知道鹰里兽施展的是何惊人法术 这见此景 韩丽脸色阴沉了下来 急忙暗中叫驱魂再透支地加大法力输出 虽然不知道鹰里兽用的是何种神通 但显然妖兽要亡命一击了 想到这里 韩丽不禁抬手向天上望去 只见那两柄长隔 已经变得足有七八丈巨大 隐隐发出了悦耳的清鸣声 两位结单妻的长老各结出一个古怪的手印 死死地盯着巨隔 周宇生一刻也没有停下 神情紧张之急 鹅上隐隐渗出了热汗